好了,你现在在听的是《神芒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一下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芒片七步正向部》 沙冷气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也订阅 也希望大家帮帮一下把直播节目和志陆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Kin Ping Lung就说他70都没退休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70都没得退休的 在外国也是这样的 要做到70多岁 譬如一个年轻的人就丧偶 我有个师傅就是这样 他应该四十多岁,他老婆就离开了 之后他有第二次婚姻 第二头住家,这些都是正常的 我认为你四十多岁 难道一个人独身下去到七八十岁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 他有第二次婚姻 第二次婚姻 他第二次婚姻又有孩子 第二次婚姻 他第二次婚姻的时候 那孩子去到二十岁的时候他都六十多岁了 六十多岁了 但是没办法 我早前跟朋友一起吃饭 说一下我自己的事情 跟朋友一起吃饭 他两个小孩都读师校 是家里的长辈要求 小孩要读师校 因为读师校教育上一定要专注一些 要学好一些 又要补习,又要花很多钱 我朋友也做耿老族 他也没办法了 他说他两个小孩 同时要进入读师校一年学费 就是要换成港币十几万 那他两个要二十几万一年 只是学费也要二十几万一年 那他也没办法了 他也要耿老 他怎么换那么多钱 然后还有那些小孩的 补习和费用 加上很多 又学这样学那样 学一大堆 就是妈妈要求那些小孩要学的 那你做一大堆这样的东西 他不耿老也不行 他也是要耿老的 我朋友也四十几岁了 他也要耿老的 怎么办 我赚不了那么多钱 是不是 不耿老可以怎么办 没有其他选择 都是要耿老的 他也说都是要耿老的 哈哈哈哈 可以怎么办 那两方就说 他说过渡屋是直接向营办的NGO申请 就不需要经过政府报复 好像很有趣 好像批的资格又要返回他那里 那 那 Kin Ping Lung就说做得就做 很多人都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 其实就 那 Wing Hong Lee就说 露宿者比疫情前来增加 那现在是多了 Terry Joe就说 香港政府自断相避 如何吸引资金 经济如何好 其实 有些事情他们是 我认为 是听了某些 不懂事的人乱说 就跟他们那些方向做 那你跟那些方向做 那你跟那些方向做 那是实力的 其实是 那 那 这个 风吹鸡蛋殼就说 认同我说的 这群食室米 是食米都不像米贵的人 靠他们算吧 他们现在是乱来的 他们是乱来的 那河府就说 没有什么积蓄 又要供楼 妈妈本身 什么都不信 一心只是想着 子女养 帮姐姐又加案了 这两年才供完 要存钱 妈妈又开始老 身体多毛病 怎么存钱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河府的情况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是没有办法的 其实 你如果有父母 还在生的 他们 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 他们还有钱 养到自己 他们不用靠子女养 现在已经是福气了 崔藤经一就说 两个小孩读大学 都用不少钱 存钱不容易 其实是很难的 存钱是很难的 有些人经常说 我可以发达 不信某些东西 不信储蓄 那些会存钱的 现在我看到 那些人狂闹 那些储蓄保险 那些 他说你就这样自己存钱 都可以 用保险 其实是有不同的 就是 那个现实就是 你存一张保单 你存起来 你 一开始 规划 就是你把 不能够移的钱 就放在地方 锁死它 你要锁死到 如果你要用银行户口 做到这一件事 是很难的 但是你用保单做这一件事 就很容易 因为你锁死了之后 是要拿出来罚钱的 那你就会考虑很多东西 才会做一些行为 如果你放在银行做定期 他要罚息 但罚息很少而已 所以你有时就会 拿了些钱去做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是有 有些人在罵做保险的人 我就说 你不要这样罵做保险的人 其实香港的经济 都是靠保险佬顶着的 就是我说过事实而已 香港其实也是一个 靠卖这些东西的地方来的 那 那 两方就说 Transitional housing 不需要政府批合资格 是由刑办机构把关 他们也是用一个很严格的方法去看 如果不需要政府批准的话 他们也是用一个很严格的情况批准 我不知道 因为有些网友说给我听 就是两方你说的 回来 说一下沙田T4公路 其实 这个T4公路 其实 特区政府就向财委会 撤回了这个 撥款申请 其实是很惨的 这些事情 我认为特区政府是做得对的 但是 他又会撤回那部分申请 那 文书物流局 之前他就在社交专业发了问 他就说 兴建这个工程是黑不容缓的 否则区内交通就会持续恶化 再初陀就会令沙田区的居民再次失望 这个防运局 这个不是防运局 对不起 现在改了 现在叫做运输及物流局 他就会继续积极解说 希望得到立法会和市民的支持 令T4就尽快动工 解决沙田和马鞍山 现时和将来的制塞情况 那些议员现在就不断的撞什么 就撞说 你那个主干路的造价贵 就说 你做沙田妖道 那扩阔沙田污水厂 旁边的T6桥就可以了 其实 现在有很多东西还在规划 其实沙田妖道 肯定比T4更贵 为什么 因为沙田妖道是长15公里的地下隧道 是15公里 你知不知道有什么概念 15公里是什么概念 你知不知道 15公里地下隧道 要花多少钱 你知不知道 这东西 肯定比T4更贵 很多倍的 所以 那些议员 老实实 我看到他们的行为 我就觉得 有没有搞错 以及 你建15公里的地下隧道 其实就比香港最长的 团呎隧道 三倍 团呎隧道也很长 这个我也要说 团呎隧道也不是短的 你要知道 他还要长三倍 团呎隧道只有五公里 而且 这个沙田妖道 现在还要搞 砍查 还有 那个兴建难度 以及需要的时间 防运局 不是防运局 我又说错了 因为以前真的叫防运局 现在不是叫防运局 因为防运局分开了 这个运输及物流局 他说的没错 其实是远水不能够近火的 这个 是很严重的问题 你们的议员竟然想出这些东西 又说T6桥 要取代 扩阔T6桥 你知道扩阔一条桥 是要用多少钱的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 扩阔一条桥要用多少钱 还有 究竟 你要扩阔一条桥 譬如你 加一个Clip on 举个例子 加一个Clip on 我不知道那条桥 有些桥可以 有些桥不行 可以多加两条行车线 或者四条行车线 放在原有的桥的旁边 可以这样做的 实际上 实际上这条桥 可不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不知道 还有你做那些Clip on 在哪里做 一定是找大陆做的 现实就是 我说实情 如果你要做重工有关的事情 基本上现在 要是找大陆 要是找日本 我相信特区政府尽量不会找日本做的 一定是找大陆做的 旷阔条桥 实际的工作 有一部分是本地人做的 但是有很多不会是本地人做的 有一部分是本地人做的 所以呢 现在你去搞这些 就是他们说是 可以取代T4主干路的工程 实际上 是没有什么提振经济的作用 还有有些是做不到的 譬如沙田妖道就是做不到 来到这个15公里长的地下隧道 究竟是什么规模 我说一句话给大家听 就是 你 现在说的是15公里 不是说六七公里的那些 六七公里有些地方都会做过的 因为我见过布里斯本 因为我那时候去参观过 很久之前 说的是十几年前 他们差不多是七公里的 他们七公里用了22亿澳币 七公里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 是22亿澳币去做的 那你跟我说 15公里的可以是一个替代品 可以便宜过七十几亿 这个当然是没有可能的 是不是 也要多谢LineLine Square人的支持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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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多一些工人去花錢 工人又要吃飯等等 你沒理由整件事都請散外勞 如果搞T4的話 因為現在的工人都開工不足 如果你搞T4的話 實際上也解決了有些人就業不足的問題 尤其是建築工人就業不足的問題 你那些釘板一定有人做的 駭石屎、炸鐵等 你也是這樣做的 除非你說我不做這些 說全部是預製的 在大陸炸好了 然後撈下來 如果你這樣做也不是不行 但是 你振興不到這個地方的經濟 我的看法就是 這個 運輸及物流局 他就說了一件事 他就說 如果沒有T4主幹路 預期沙田馬鞍山的交通擠塞 就會持續惡化 這個 十幾年前已經塞得挺厲害的 其實是 他有可能堵塞沙田東的交通網絡 新城市廣場去到沙田馬場 的車龍是兩到三公里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其實是很嚴重的 特區政府就說 T4主幹路的項目 六年內就做到 除了釋放大埔公路沙田段的容車輛 也有效地解決沙田一帶的交通問題 到時候繁忙時間 來往馬鞍山市中心和城門隧道公路 或者青山公路的行車時間 就從20分鐘減到12分鐘 這是節省很多時間的 這是節省很多時間的 巴士那些也節省很多時間的 我認為這些是應該做的事情 其實大家一起節省時間 時間就是金錢 大家一起節省時間 為什麼不肯花錢去節省呢? 那個時間呢? 這個 田二少也說 他一直都不滿當局 沒有交代具體時間表 而且說不出原因 那 為什麼 有些事情說不出原因 我認為 有些事情不是說不出原因 但問題就是 那些詳細的資料 有些事情有沒有必要讓你們的議員看呢? 其實特區政府 我認為他們有個決定 你們的議員都不認識的 讓你們看也把鬼 在我的角度 這件事情是對的 對不起 有些事情說 你有盲測特區政府 我不是 我是就事論事的 從來都是 那麼山眼就說 其實呢 就是整天反對 才搞得這麼久都還沒上馬 那做價就越來越貴了 Karen Chan說 每天都塞到科學員那一頭 是啊 是很嚴重的 其實有些事情應該處理的 那 Camp St. Lo就說 T4天橋灣位 急用食島預製件 應該是現場做的 我認為是現場做的 是比較好的 而且 實際上 你預製也欠不了多少錢 有些橋那些 那些東西 你可能是預製的 但是 你也不可以太多是預製的 我認為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 就是你那些 橋等那些 沒可能預製的 是不是 都有的 可以做的 你有和應不應該用預製去做呢 是兩件事情 你也謝謝Michael S.你的支持 我個人是很簡單的 應該做的事情 我就告訴大家 這件事情是應該做的 特區政府應該做的 特區政府拿出來是沒有錯的 但是議員是很麻煩的 Servio Lully就說 二時垃圾局 很多以外行身份管內行的事情 還以為自己很professional 有什麼不死 其實這班人是傻狗狗的 又要裝飾 讓自己有存在感 所以 什麼都亂說 不用理得不得 最重要是要有存在感 哈哈哈哈 是啊 真的是這樣的 也要多謝一些網友 我忘了有沒有多謝你們了 收拼業和Michael S.都多謝你們 支持 非常多謝你 香港藝民就說 議員們不會有專業知識 知道或者了解原因 威就說 其實只要早上封了馬安西去吐露港那條路 可出不可以進去 就可以不塞那麼多 其實 你封了那條路 又不會有其他問題衍生出來 就不是說封了那條路那麼簡單 其實事實就是 哈哈哈哈 就是你封了那條路 有些事情就會有其他問題出現 所以就不是封路那麼簡單 其實是 Mavrik Wong就說 省時間都不肯是因為最大浪費 就是那班淨棍浪費錢 浪費時間 佔用空間 所以那班人不在乎 那麼 哈哈 MCT就說 握MTR 以為自己做基建 我不知道 這些 他 田二少他怎麼說呢 他 他就說 當局撤回 撤回 撥款申請之後 局方就向他解釋 如果完成T4主幹路工程 大埔公路沙田段介乎 沙田鄉市會路 和城門隧道公路 行車量和容車量的比率 會去到2034年就會降到0.99 相信過多大約10年 比率才會回升到比較需要關注的1.2的水平 有些人說 沙田妖道取代T4 這個不可能 我也老實實 不用說 一看是15公里的隧道 你就知道這些不可能取代 根本是貴很多的東西 是給你的 Elsa Tang就說 田二少自從西門子事件之後 一直懷恨在心 時刻要找位插證庫 如果是有道理去插 我不認為是有問題的 但是很多時候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是仆佳 Dosa也感謝你的支持 Ritter UMM有很多議員 雷聞來的 像我識條鐵嗎 他的現實就是 人家做了研究規劃 T4的幹佬 你現在的議員就出來 阿知阿佐 其實根本 拿出來的那些 alternative 都不是真正的alternative 比如說T6橋 這樣 有用嗎 沙田妖道 有用嗎 其實那些 老老實實 那些是亂說的 T6橋那裡就是大老山公路那裡 去整闊這條橋 就是highways 它不是沒有這件事 現在 T4是可以走的 你要知道 這個project已經可以 立即批了錢 就立即可以走 你看一下路政署那裡 說T6橋擴闊工程 就是highways那裡怎麼說 估計工程費用 研究中 預計工程動工日期 研究中 預計啟用日期 研究中 現況 陷測 研究正在進行 你可不可以 全部都不能走的 T4那裡是可以走的 你到底為什麼不給了錢 扔下去搞T4 六年而已嘛 至少六年那裡 你至少吸收了一班建築工人 再可能吸收多一兩個管工程數的人 是不是 是不是 其實那些議員 其實他們知不知道自己 究竟一年 他們這麼多的立法會議員 一年用政府多少錢 六年用政府多少錢 現在六年 弄72億的工程都說貴 又怕超支 你們這些議員不會超支的 你們這些議員又要加薪 怎麼會不超支呢 說話 其實那些議員 他們是無的放肆的 我的看法是 你說你又不支持特區政府 我不是 我是就事論事 從來都是就事論事 我支持證據 我看到有些東西 有證據 我是相信證據的 我就不是隨便相信某些人 也不是隨便相信政府 我就很簡單看到證據 很明顯 你說T6 除了什麼都還沒做 他正在規劃 整件事正在規劃 他有一個平面圖 有說整闊一點 你怎麼擴闊 老實說 你怎麼擴闊 哈哈哈哈 你現在搞到雙程三線 你只是擴闊一條線 每邊多一條 你怎麼擴闊這條橋呢 你如果不是預製件這樣塞到這條橋 上面擴闊的 那條橋 這些是做到的 在本地做得到 不是馬上做得到 因為 他要做什麼 你告訴你 做這些橋的擴闊 喏 我們只是經驗 就是 你要 看一下那條橋 那條橋本身 裡面放的 reinforcing 是怎麼放的 那些鐵枝是怎麼放的 你說不是 有設計圖的 有設計圖 他扎了那些鐵 應該是跟著那個設計圖 我告訴你 不是這樣的 你實戰過的人 你就會知道 因為一條橋 建好的時候 裡面的鐵是怎麼樣呢 可能是跟他圖裡面的紀錄 圖織裡面的紀錄 是完全不同的 我真的見過這樣的事情 是一定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 我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 是你住那裡 九流流吃地球而已 我告訴你 我在不同的地方都做過這些事情 我現實就是 根本 那些unconstructed 或者ex-built drawings 就是他做好了那一幅圖 跟他設計圖是有很大的差別 跟他實際上在橋上的東西是有很大的差別 為什麼會這樣 我告訴你 這就是土木工程的現實 你是不相信 有些人是不相信的 一定會說 不是,一定會跟著圖子 我告訴你 我看過 百分百跟著圖子的東西 可能是佔我做過的事的 百分之二十左右 八成的東西是沒有可能跟著圖子的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你實際施工的時候是有困難的 結果是怎麼樣呢 結果 我告訴大家一個事實 為什麼不跟著圖子也可以 你多下鐵就沒有人理會 有時候是 那麼多下鐵之後會有沒有問題 你只建一條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擴闊一條橋的時候就有問題了 你想打一顆釘下去 為什麼那個位置有一塊鐵在那裡 圖就沒有了 結果要做什麼 要勾出一條橋 混蛋 不是說笑的 我是說真的 真的試過做這件事 結果還是放棄了 因為勾出一條橋太難了 要做其他事情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蜂吹雞大學就說這什麼混蛋 幫助基層、幫助大眾市民做的事情多多留難 幫助少數利益集團舉腳 硬推行 他是這樣的 他是很離譜的 還有現在劉生出來說 現在民意是高球場 不起公屋 哈哈 你去問一下 剛剛 我講的那個案子 就是由中產跌落基層的那個蜂油 你問問他 是否同意這件事情 同不同意這群人 同不同意這群人做的事情 其實我講的鐵支 正確的 term 是鋼筋 就是說你也不懂的 鐵支 你到底 我是用一些雷聞 term 去講的 那些叫鋼筋 但是實際上下鋼筋的位置也是會動的 為什麼會動的 正常說是不動的 實際上是會動的 哈哈哈哈 為什麼會這樣 地盤是這樣的 你想想找什麼人去做這些工作 不是不是有牌的嗎 是的 有牌的 有牌都可以短離的 我講講事實 哈哈 還有一些年代九軟的基建 你拿一些圖出來 它裡面的東西 都跟那一幅圖不一樣的 都有 是很多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是sad reality 現實就是這樣 還有 還有一些路 譬如你做路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那些路會沉降 其實有很大的差別 你問那個承建商拿回錢 其實拿不到 哈哈哈哈 真的拿不到 他說這是地質風險 地質風險 是你政府承擔 哈哈哈哈 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世界是會變的 那麼 Manfred Wong就說 六十幾個 立法會議員 都在這裡施衛素餐 納稅人每個月都要 吊幾百萬下海 哈哈哈哈 是這樣的 所以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那 Emman就說 垃圾局議員 以為在玩sim city 其實 現在根本這個 就一定要批的 說真的 七十一億 還有 事實上你做這些基建 根本是大家好的 是整個社會都好的事情 竟然就是議員在這裡 搞這些搞爐 還要有張恩宇 那些 哈哈哈哈 那些是非常離譜的 也謝謝Geneer潘尼的支持 很感謝你 有些人是亂說的 真的很離譜 立法會的人 我不是叫大家討論立法會整個機構 不是 而是討論他們說的 亂說的 沒有實質去調查研究過 就說 不行啊 為什麼要立法會撥超過七十一億 市民優柴優米 勒緊褲頭 咬緊牙關 現在為什麼要勒緊褲頭 勒柴優米 咬緊牙關 沒有公開嘛 混蛋 林蘇惠你懂不懂 對不起 我只是不想找個女人來罵她 不過 盡量也不罵女人 但是這些是太離譜了 那麼 Sam取去五斤店買 也不會叫鋼筋 叫花鐵圓鐵 當然 一般人的認知那些就是鐵資 混蛋 什麼鋼筋運營圖 石屎就石屎 混營圖 是不是 其實也不是叫鋼筋水泥 水泥是Cement 你用來建基建那些叫混營圖 那些人都叫鋼筋水泥 混蛋 也不是正確的Terms 這些Layman Terms 算了 我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多謝大家的支持 回來再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的 今天 就加油 好 我 吃 來 太 sometimes 吃 就 吃 好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